火部左右搖擺 只說真話 我要上下求索 走出正道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來了 今天要得票其實也很簡單 我就是說 台灣是台灣 中國是中國 我們台灣自己的家鄉 是怎麼要跟你們中國談判 你們這些中國人的土匪 你們要來賬我們的家鄉 我們台灣人就還要說 自己來談判 要有生意 要和平來講 為什麼要跟你講 這本來就是台灣人的家鄉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昨天我發了一段影片 那我就請那些在那裡唱衰 詛咒 在那裡說大陸一定會亂的那些朋友 先想一想 想清楚 如果大陸真的亂了 大陸的經濟崩了 那全世界都受影響 台灣第一個遭殃 你們真的做好了大陸亂的準備了嗎 好 那我發了這個影片之後 我有收到一些大陸網友 他們就有些回應 就說秉中秉中 你放心 我們大陸絕對不會亂 不會因為一場疫情 就擊垮了大陸 大陸不會亂 要糾正秉中 大陸不會亂 那我就請大家要仔細看 我的影片 我說的是那些期待大陸亂的人 那些唱衰大陸亂的人 我要他們搞清楚 如果大陸真的內部有什麼不穩定 那台獨絕對變成第一個被針對的目標 就是人家第一個藉由收拾台獨 就是我昨天講的 那戰爭就是政治對外的延續 那你們都喜歡講嗎 說兩岸是什麼外交 是國際關係嗎 隨便你們怎麼講 那最後就是人家透過對外來宣洩 處理他內部的政治的不穩定 所以我講的是 那一些認為大陸會亂的人 請他們要做好準備 不要變成我們台灣閩南語俗燕講的 七月半啊 不知道希望 就是七月半代宰的鴨 準備要被當作中元節普渡的祭品的鴨 還在那裡幸災樂禍 所以我沒有說大陸會亂 我是說那些以為大陸會亂的人 你們真的想清楚了嗎 好 那麼今天我想再拍一段影片 來順便回答 剛好最近好多大陸網友 都對我提出了這個問題 而剛好上週末我和一些年輕人 是台灣的年輕人聚會 他們也問了我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順便一起來回答所有的網友 什麼問題呢 就是他們問秉中哥 這個認真的來問一下 台灣人真的相信一旦兩岸衝突開戰 那台灣有能力打贏大陸 或者說美國一定會來救台灣 那台灣人都覺得 反正也不需要大陸的市場 兩岸的經濟如果全面的中斷了 台灣也能夠繼續自己獨立發展 獨立建國 那台灣人到底怎麼想的 台灣人都相信嗎 那我在這裡就回答 有這個疑問的朋友 其實你們把問題想複雜了 為什麼說把問題想複雜了 你們把選民當成是一個個理性思考的 理性人 有腦的人 這就錯了 為什麼說錯了呢 因為選舉就不是這麼一回事啊 如果你真的了解所謂的這個民主選舉 那你會知道選舉是激情啊 選舉是靠化爽的啊 很爽的啊 所以選舉不是理性啊 選舉不是他真的相信或不相信 他根本不想想這些問題 所以你談的這些問題 一般人不想想啊 一般人只想幹嘛 只想當下爽啊 所以怎樣會爽呢 打興奮劑就會爽啊 所以呢 他們呢 就打馬飛 打興奮劑 聽了爽 喊了爽 投了爽 那政客呢 也就樂的兜售這些興奮劑 販賣這些會讓他們爽的 所以蔡英文說販賣所謂的芒果乾 就是這麼一回事啊 因為反正你們吃了 你們會爽嘛 那很多人就問了 說那可是這些興奮劑 這些馬飛 打了以後對身體不好啊 沒錯啊 可是我請問各位啊 那不是我們也天天講嗎 說吃這個素食麵方便麵啊 每天吃泡麵 吃那些垃圾食物 垃圾食物 對人也健康也不好啊 可是不是很多小孩子忍不住了 天天都在吃嗎 那就好像我們會說 每天喝可樂 可樂喝多了會殺精喔 對男性的生殖力有影響 那可是不是很多人 還是天天喝可樂嗎 那更不要講了 這個世間為什麼會有人就是 嗑藥就是吸毒呢 因為他當下他嗑了他爽啊 他是搖頭玩吃興奮劑 他爽啊 那等到爽完了以後 他可能這一輩子是烏有了 歐油啊 可是他當下就是爽啊 所以才會有那麼多人 他忍不住還是要吸毒啊 所以現在台灣的選民呢 就是集體在吸毒啊 我不妨給大家演繹一下 今天要這個得票 其實也很簡單啊 我就是說 怎樣 台灣是台灣 中國是中國啦 我們台灣自己的家庭 是怎麼要跟你們中國談判 你們這些中國人的土匪 你們要來賬我的家庭 我們台灣人就還要說 啊 自己來談判 要有生意 要好朋友來講 為什麼要跟你講 這本來就是我們台灣人的家庭啊 幹 好啦 前面這一段可能大陸網友說 這個沒有字幕聽不懂 那翻成普通話國語來講 就是說 那台灣是台灣啊 中國是中國啊 台灣是我們的家園啊 那你們中國人是土匪耶 你們要侵佔我們的家園耶 怎麼還可以怪台灣人說 我們沒有善意啊 我們沒有跟你和平好好的談呢 為什麼要跟你談呢 然後再加一句粗話 歌案四聲一下 票就來了 那今天如果說我王秉忠 我也是只要選舉 反正有票就好 我也會演啊 我也能輸啊 說起來也不輸那些台獨戰神啊 對不對 講起來也很勇啊 也很勇啊 也很戰鬥力啊 也很爽啊 那問題是這個道理是不通的嘛 為什麼說不通 因為到今天你們這些台獨分子 也沒有宣布台灣獨立建國嘛 還是用著那個一中憲法的那個遮羞布 那個一中框架 來這個掩人耳目 就算你明明在搞台獨 你也不敢把那個一中框架把它脫掉啊 那個一中憲法還要供在那裡啊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還要供在那裡呢 那就是今天 你們要說 哎呀開羅宣言 你們也否定啦 舊經商合約 這個台灣沒有簽啊 這個中國都沒有代表參與啊 所以呢 這個台灣地位未定 隨你怎麼講 那1972年 美國跟大陸 又搞了一個上海聯合公報 到1979年 美國直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交了 那一中就定在那裡了 那全世界就定死了 你怎麼說呢 你逃不掉這個一中框架啊 何況 你今天如果要否定開羅宣言 那你要否定台灣沒有光復 我們還是戰敗國的子民 我們是日本殖民地的子民 那抱歉啦 那作為戰敗國的子民 你根本沒有權利對台灣的前途做任何的聲張 因為國際關係拳頭決定 戰敗的一方 閉嘴 而且你們還是幫著日本侵略別的國家的 這個戰敗國的子民 沒有做戰犯審判 已經是這個感謝感謝了 你怎麼還會在台灣前途有聲張的權利呢 所以恰恰是我們不是戰敗國的子民 我們是戰勝國的一方 因為我們是中國人 所以我們才能夠對台灣的前途 有我們主張的權利啊 有我們要求和平談判 包括台灣應該怎麼樣保留台灣目前的現狀 去充分的做討論這樣的權利啊 所以講的這些大家說 哎呀聽不懂啦 又是這個宣言又是什麼的啦 很簡單一句話嘛 國際關係拳頭決定 實力決勝負啊 今天如果我們說都認同是中國人 那中國人還有講王道精神喔 中國人還講一講說 仁義理智系都是同胞喔 那不一樣喔 一家人大家可以自己坐下來談 關起門來不用管外界的國際關係喔 那如果你們也不承認是中國人 回歸到國際關係 那抱歉啦 西方人的國際關係 從一開始就告訴你啊 告訴你什麼呢 告訴你說這個國際的社會叫做 anarchy就是無政府狀態啊 就是整個國際社會沒有人能夠做主說了算 大家反正就是各自叢林法則 弱肉強食 勝者為王 敗者為寇啊 所以你還要帶著那個義中憲法搞台獨 那就告訴你 你過去和大陸的淵源存在 你過去和大陸之間的各種恩怨情仇 這個國共內戰 今天國民黨是被你們搞到趴啦 但這個內戰還沒結束啊 那要嘛就再打一仗 不然就是大家和平來談判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 可是道理沒人聽 大家喜歡化爽耶 喜歡打興奮劑 所以這就是台灣的悲哀 所以很多朋友說 台灣人真的信嗎 真的相信兩岸能夠經得起全面衝突 對台獨分子來說會是好的嗎 那我在這裡我就回答大家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一切就是因為選舉 因為選舉 所以馬英九本來忽悠大陸 忽悠的也不錯 也這樣混了好些年 但是民進黨怎麼能夠讓馬英九忽悠這樣下去呢 一定要把馬英九的各種政策都把它講爛 所以國民黨用九二共識 也這樣子拐騙忽悠了大陸這麼多年 偏偏民進黨 台獨分子他要奪權 要選舉 所以他們一定要把馬英九整個抹黑 把九二共識也戳破也否定 搞到現在九二共識也不可得了 最後進退失據 成為今天這樣的一個僵局 所以一切就是選舉兩個字 選舉造成了今天這一切的一個後果 所以很多人說台灣最好的叫做選舉 我們有選舉講得非常偉大 我說有這麼偉大嗎 因為選舉今天造成台灣如此的命運 幾十年過後我們再回頭看 各位一定會認為秉中今天說的是有先界之名